各位同学 我们这一节 是我们芒果db最佳事件的最后一节 我们来小结一下 我们这六个课时 所学到的芒果db 那前面都是尽量给大家一些第一手的材料 都是一些能操作的东西 这一节呢 就是我第二手的一些个人感悟了 大家斟酌着听 不能不信 但也不要全信 抱着怀疑的态度 来看芒果db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第一点 芒果db简单 六个课时 给大家讲完了 而且基本的功能都不涵盖了 可能有些细节 咱们时间所限没有讲到 但都是一些 咱们都可以通过以我这个知识 咱们自己稍微看一下 多问题不大 尤其对于我们开发人员 就掌握这样一个数据库 在上面进行开发 可以节省我们的时间 它非常的容易 非常简单 没什么特别让你觉得麻烦的东西 第二点 它灵活 这也是可以给我们开发人员 来减少我们的时间成本 那比如说我们需求改了 我们这没有schemer 对不对 你看我中间我做了很多例子都很随意 想加一个字段 就加一个字段 想删一个字段 就删一个字段 这个不会影响什么东西 它就尽情的做 当然这也带来一些问题 就是你有的时候 比如说就像我那个里边 我不小心名字打错了 新建出一个clack system出来 我自己就都不知道 那这个没办法 这个有德就有失吧 第三点 是芒果DB 它功能比较丰富 可以说是比较强大 它即便是跟一些 我们这个老牌的 像Matsircle 这种老牌的开源数据固相比 我觉得芒果DB在功能上 现在都已经不输了 而且呢 在同样的功能下 就介绍第一点了 芒果DB的这种配置和使用 要比这个Matsircle SQL Server Oracle多少容易 尤其是这个Replica 还有Sharding的配置 这种看所有数据库中 我觉得芒果DB 是支持的最方便的 不能说这是最好的 应该这是最方便的 而且呢 我们这个索引 非常的丰富 包括地理位置的索引 包括全文的搜索 还有我们的这个 数据聚合的功能 MicroReduce 还有流水线 这都是它支持的 但我要说一下 因为在网上也经常看到 就有人说这个 芒果DB这个全文搜索 不行 不能用 因为说这个芒果DB 这个数据聚合 这个太差了 太刺了 那我要讲呢 的确如此 咱们不能就是把它吹上天 它也就是数据库附带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你全文搜索 这个 我建议大家 如果说你真的要求比较高 你希望你中文是谁比较好的话 大家可以试一下这个 是Phoenix 当然老的也有这个Solar 这个跟J2E SOLR 这两个东西呢 大家可以试一试 但它是第三方的平台 你说你要用它 也增加你的时间成本 对不对 增加你项目的这个复杂度 那 你要说做这个数据聚合啊 这个MapReduce 有点像也一样啊 那你这个选择多了 那么MAS学院 同时还开了这个课 Hadoop 这个 这个其实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大数据 时代这个不可或缺的一个 一个平台 我芒果DB在这个MapReduce上面的确是个小弟 但还是一样 如果说你就上了芒果DB 你就是要做这么一点 完全芒果DB可以支持的一些数据统计的话 那我就这么随便写一些 然后初写过来 我何必再上一个MapReduce平台 还得开发 还得部署 还得配置 对不对 这没有必要啊 所以说呢 咱们要 我觉得也没法做到绝对的客观 咱们只能说呢 咱们偷懒 咱们简便 合理的使用 芒果DB 起到一个 很好的效果 那我们这门课呢 因为是给开发人员 我在简单说下 我们开发人员 还应该在注意些什么 因为我是门通用课程 我没法结合任何一个语言 来给大家解释芒果DB 其实芒果DB 真是跟某些语言 以及某些语言下的框架来结合的话 还有不少的妙用 这大家呢 就可以根据自己使用的一个主语言 你有的人可能做Java 有人可能做Python 有人做Ruby的 那你在针对你的语言 同时你要结合你的框架 比如说你用Python 那你可能是这个Jungle Jungle下面 又有些操作芒果DB的Driver 或者是这个扩函数 你可以再看一下 它都是有自己的一个用法 那我举个例子呢 就是咱们在Java下 有的人可能用过一个比较新的一个例子 叫Plaform Framework Pla2 Pla2.0 那这个里边呢 如果说你用芒果DB官方的这个Driver呢 可能效果就没有那么好 那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叫 叫ReactiveMongo 它是提供 它是基于这个 那个Archive 那这个Driver 大家就看这个 如果熟的话就知道了 它是一个全一步的 你操作发过去 你都不用等它 这个结果就可以 就可以继续访问 继续 你要该做什么 还可以再做什么 所以说都 都其实是真结合语言了 都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和使用 而且呢 如果说大家用那个Node.js的话 这个我也是异常推荐 它跟我们芒果DB 真的是个绝配 因为你大家可以看到 我芒果DB里边使用JS 而里边的那个数据结构 虽然叫Bson 其实跟Json差别不大 那我们用Node.js的话 那里边就是JavaScript 它直接就访问你这个JsonObject 非常的简单 非常容易 而反过来 如果说我们使用静态言 比如说Java和Scalar 那我们访问芒果DB 其实有点困难 因为静态类型 我们要把这些class Metting成一节 我们这些BsonObject的话 还要费点事 如果说我们放弃这个静态类型的话 那我们又何必使用这个Java 跟这个Scalar这种静态类型的语言呢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有一些 如果大家真的是想作为一个架作师的话 其实考虑的东西还挺多的 得结合我们数据库的特性 还有语言的特性 还有你开发团队的情况 慎重使用一个数据库 或者说是合理使用一个数据库 达到一个最佳时间的一个效果 那咱们芒果DB最佳时间啊 就到这里啊 六个课室 希望大家能够满意 有任何的问题呢 也欢迎大家呢 通过麦子学院来跟我联系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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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